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魏苏杰 我第二轮披麻蒙徽认罪悔改的第三个阶段 是从2月12号开始的 12号我又重新聆听了马多纳多牧师巴唐克的分享 13号下午,当我在裁剪宣旨的时候 圣灵向我启示,我的婚姻是被咒诅的 因为我曾经听信那些算卦之人说我是晚婚的 所以仇敌的咒诅临到我的婚姻 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 今天早上我为这些罪来解除罪状的时候 圣灵持续向我开启 我自己因着恐惧,恐惧婚姻,恐惧未来的不确定 允许不幸的临近到我的里面 因为我对上帝不相信 我不相信上帝会为我预备美好的婚姻 为我预备美好的祝福 所以我到现在迟迟没有结婚 那除此之外呢 我对上帝也有非常非常错误的认识 我把对父亲的认知 把对过往牧师的认知 把我自己里面的认知加在上帝的身上 对上帝有深深的误解 以至于这五年来 我对上帝,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有不安全感 我患得患失 我害怕我自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 让上帝失望 上帝会离弃我 所以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试探上帝的爱 那因着这些 我真的是向上帝认错 真的很感恩圣灵 向我又如此深的开启 那除此之外呢 上就是圣灵还让我看到 我自己对我自己有深深的嫌弃 那嫌弃我自己是一个女孩 也嫌弃我自己没有达到我爸爸的要求 嫌弃我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 没有达到过去牧师的要求 所以我对自己 认为自己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但是我怎么可以嫌弃我自己 我只是一个受造之物 上帝这个造物主 他都没有嫌弃过我 他把我看作是他的宝贝 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流进宝血 死在十字架上 付上生命的代价 把我赎回 他如此的珍贵我 可我自己还在嫌弃我自己 难道我比上帝还良善吗 所以我真的是相声 痛苦流涕 真的是深深的 向神认罪悔改 感谢神 神再一次救了我 然后这一次 辟马猛会 我觉得上帝清除了我里面 很多根深蒂固的罪 很多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认知兼顾引擂 那在2021年新的一年 我为苏杰对天父爸爸说 我愿意放下过往所有的一切 单单为了耶稣 我要想尽办法 好好地爱我自己 快乐地生活下去 重新过活 重生一次 开开心心过我的生活 谢谢谢谢上帝 把荣耀归给全能神上帝 愿他手所造的万事万物 都来称颂他的美名 感谢主 谢谢普林牧师 谢谢匹马猛会课程 谢谢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谢谢大家